大陸也是如此 所以换句话讲 捐献的人少 可是移植数量要那么大 为什么全世界拥有 透明公开公平的 电脑捐献系统的国家 一颗肾要等很久 两三年 干汗心脏更不用讲了 为什么在中国大陆 几个月甚至最短几个星期就会有 这个器官的供体 到底是从哪里来 这个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我刚才已经讲明了 就是金钱 因为世界各国都缺 所以呢 它成了一个 最好的杀人的买卖 那个价格之高昂 让整个中共的系统呢 成为了一个移植产业的 大的 什么 主兄 然后我等会来讲 这整个罪行的一条龙 他们是怎么样处理 活摘器官呢 并不是只是始于法轮功学员开始 被迫害才开始 你们看到安华托地医生呢 他刚才讲 他年轻的时候 早上九点半被要求 到那个地方 对不对 他呢 要去取器官 他头衔原来是那个死刑犯 被执行了 结果一打开 那个枪是在右边 他在 他血管还在run的时候呢 就取了器官 活摘其实在中国大陆 已经更早了 可是呢 成了大规模的一个世纪屠杀是在法轮功学员 开始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灭绝性的镇压 也就是1999年7月20号 江泽民下令把法轮功学员往死里打 要灭绝这个修炼团体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个庞大的良心犯的供应库 因为国家能够超越法律的去剥夺这些良心犯的器官 反正呢 国家已经要灭绝你了 所以这个人呢 变成有剩余的价值 这个剩余价值呢 就在迫害他之余 拿他的器官 然后为什么会是法轮功团体呢 他有很少几个主因 第一个 各位都知道 包括死囚犯在内 我们等会再讲一些科学论据 我们先把这个前面的一个屠杀的原因 为什么这个大屠杀是以法轮功团体为共体的 这个事情先讲清楚 各位都知道 被关到这个牢里的囚犯 还包括死囚犯 很多人身体不健康 有的人吸毒吸烟 所以对于器官移植来讲 尤其是活体器官来讲 他们不新鲜 法轮功学员练功新鲜 这是第一点 卖相好 我跟你讲 我讲这个话的时候 我内心是在滴血的 可是我必须要很冷静 很理性的跟你们分析 我做这个调查 还有做这个关注 已经十年了 好 我们再往下讲 第二个 法轮功学员 就像今天安妮出来 安妮的那次记者会 我在现场2006年 我们律师座一排在前面 旁边有NYPD 这个在 不是 是DC的警察 因为我们怕中共来闹场 把人给当场枪杀了 或当然把人给带走了 所以我们很紧张 那时候 police把整个的那个 记者会的这个包围 包起来 因为我们怕安妮出问题 好 为什么会是法轮功学员 刚才安妮也说了 因为呢 法轮功学员呢 他被国家的政策要灭绝 他怕牵连家人 所以抓到的时候 多半都不讲姓名 就是好 你知道我是法轮功 可是我不讲 我姓朱 或者我姓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不愿意让我的家人 也受到牵连 所以这个造成他们成为 这个宗理兄一定会知道的 国际特资组织上面讲 他们不仅是良心犯 他们也被强迫失踪 就说好 你不讲你姓名的话 那更好 山东一个法轮功学员 被抓了他 对不对 很健康 然后呢 把他怎么样 在监狱里面 验血 做健康检查 然后呢 进入到资料库 河北有一个医院 刚好matching close matching 教他比对 有病人需要 就把这个 不讲自己姓名的法轮功学员 移到河北去 然后给他一个新的身份 让他 假冒他的名字 另外那个身份 来签捐献同意书 然后把他载了 中国太大 要做这个事很简单 一般的囚犯 反而比较难做 譬如说 一个姓朱的 被关到牢教所去了 我们家知道 一个姓朱的 我弟弟 或我妹妹 被关进去 我知道他在那儿 对不对 所以你要真的 对他下手的话 我家人都知道 可是法轮功学员不是 家人知道 政府在打压 所以家人 这家伙突然不见了 这个学员突然不见了 我家人突然不见了 也不敢去问 那这个学员也不讲 所以呢 他从山东被移到河北去了之后 不知道 情况就是这样子 所以后来发现 这个business越做越大 所以中国呢 从2000年 我们现在讲一下科学数据 从2000年到2010年 从100多家的移植中心 扩展到600家的移植中心 其实政府真正同意的 就在中共的政府的同意下面 没有那么多的移植中心 他们就自己盖 可是这个盖的话 那你的供体怎么样来 同学们或这个年轻朋友 一定会想到说 到监狱引头 不管把死刑犯 或把关起来的法轮功学员 给拿出来 谁可以做得到 如果国家不允许的话 对不对 所以一定是公权力在其中 为什么2013年到2015年 欧洲议会通过谴责中共 以国家的批准行为 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为什么去年还有今年 美国国会的众议院 外交委员会 去年通过281号决议 今年的就这个月份 6月13号 通过34号 343号决议 谴责中共以这个政府的行为 来参与了活摘器官 请问大家 你可以走进监狱 把法轮功或死刑犯 调出来吗 不可能嘛 你一定是要经过什么 监狱或经过法院 你才能够把人调出来 可是这个利益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呢 到最后我要跟各位讲 就乱套了 乱套是什么意思 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因为利润太大 各国呢 需叫器官的这个需求恐急 所以呢 很多人 外国病人到那边去的时候 把整个中国的胃口 这些人的胃口给养大 所以呢 这个良心饭 就成了他们 每日 换养的 就像大卫乔高所讲的 变成活体超市 你到石门水库 吃活鱼三吃 他们把法轮功学员 还有少数的维吾尔民族 和新疆的囚犯呢 当做什么 当做活体超市的龙跟虾 龙虾跟鱼 只要配型配对一配上的话 就宰了 我如果今天还有时间 我还可以等会 我要跟各位讲 你知道吗 一个人能够发展出 一个人体可以发展出 24项产业 这话什么意思 就想到一只牛吧 牛皮可以什么样 做皮包 做皮鞋 吃牛肉 还有牛肚 你知道我们从头到脚 一个人体能够做什么吗 除了活摘器官以外 我们的皮肤可以做 化妆品的胶原蛋白 然后我们的肉 可以做人肉丸 我们今天有个医生 没有到啊 就是在影片当中 那个其实是嘉义的医生 他呢现在在台大密尿科 当主任 24项产业 把一个人啊 人不如禽兽啊 就这样子 因为利润大 好我们再回到 2000年到2000 直到现在为止 我手上还有一百多份录音 我这个片子呢 事实上前两年 前一年出来的 我们后来还在继续做 就用台大医院的医生 我们有一个医疗 医法团队 台大医生就继续向各位 在进入片当中 继续打电话进去 就说我是台湾的医生呢 我的病人呢 需要这个 需要这个 要换肾 或者要换肝 请问多久时间 我们查三个事情 第一个价钱 第二个等待时间 那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说供体来源 就问你会不会有法轮功的啊 现在口径一致说 我们都没有了 可是呢 等待 因为国际上骂得太凶了嘛 所以呢 他现在等待时间呢 还是很短 费用呢 还是很高 可是他现在中国大陆 更可怕的是说呢 他以前没钱呢 他仰赖你们这些外国病人 台湾病人 等会来讲台湾是怎么过去 一条龙的 去做 好 那我们推动了一个 人体器官移植法 移植条例的修法 好 那台湾的部分 我们最后讲来 当会压轴讲 好 那我们就回到我们刚才的主题 就是说 这个供体的本身呢 他现在 他会 不跟你讲 没有没有 你不要这样讲 我们国家都按照规定来的 你不要再电话跟我讲了 因为他知道我们有电话录音 对不对 因为有纪录片 你先都不要再电话跟我讲 你要的话 你把病人带来 我们当面说 可是电话呢 我们就会问他 我现在讲话都有根有据 律师讲话有根有据 我们自己的医生打电话过去 包括查到他们的手机 我们电话的时间 我们都有做详细的记录 就做这个调查 不然的话 人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为什么要用 这个两个大位的报告呢 不然那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 为什么要相信呢 因为这些东西都要核实的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讲 我们打电话去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说 共体的时间还是很少 还是很充足 然后时间还是很少 可是这两三天 有个更惊人的事情 都会来跟各位讲 然后呢 现在的话 这整个情况就是 昨天的CNN也爆了 之前的BBC也爆了 这个事情呢 事实上从2006年 两个大位 你们就看到他们在那个 加拿大的国旗的前面 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愿意相信 包括我们在内 因为我们不相信 二次大战 灭油的时候 都没有想到 摘犹太人的器官去卖 这么大的恶行 当时的 你知道灭绝犹太人 六百万人 放在毒气室里面 强迫奴工 制造集中营 都还没想到 拿他们的器官去卖 你看现在 竟然有这样子 可怕的恶行 那时候讲 Never Again 现在跨世纪的 发展出新型的 群体灭绝 那这个背后支撑的 就是利益 庞大的利益 我们刚才讲 国际上面 欧洲议会呢 在通过决议之后 他们在去年 又通过一个 欧洲禁止 泛运人体器官 这个公约 我2013年 等会在片子上面 你们可能可以看到 说有150万 反活摘的签名 台湾有60万签名 其中有5000个医生签 大家都相信 这个事情是确实存在 因为中国的器官 的确是来源不明 然后法轮功学员 有出来 那种被trash掉的 就是说 就被骂 就是说你这个 没有用的东西 根本就是 他验血 可是他当时 身体情况不好 没有配对到的 然后刑满出狱的 或者签了保证书 出狱的学员 因为害怕嘛 签了保证书 就放弃修炼的学员 出来之后 幸好又非常懊悔 然后把这些事情 也一起讲 当初为什么 其他的囚犯 都不做身体检查 都没有验血 只有法轮功学员 还有些囚犯 就像大卫迈塔斯 所讲的 那囚犯说很奇怪 你这个 在监狱里面 或在劳教所 法轮功学员 是被打得最严重的 你还帮他验血 还做身体检查 这个到底 这是很conflict 很冲突的 没想到 这些人是 你知道验血 还做身体检查 要不要花钱啊 当然要花钱啊 所以这个是conflict 包括里面的法轮功学员 以前都搞不清楚 就他刚刚 我很健康 不需要啊 我今天虽然被打了 可是我还OK 你为什么要抽我那么多血 对 后来 他们出来之后才知道 2006年揭露出来之后 经过调查 才发现这个事情 实际上从2000年 就开始大面积的 所以他们整个的 移植数量是往上的 最新的发展是说 中共是讲 每年只有一万例 可是针对 712家中国医院的 零零星星的 还有这些年来的 医学调查 三位这个调查员 包括大卫乔高 大卫麦塔斯 还有一位叫葛特曼的 就引起科批事件的那位 这三个人呢 最前两天在华府呢 公布了最新的调查报告 中国最少 每年有6万例到10万例的 移植数量 这个数量是怎么推估出来 就根据他们的 这个病床 还有移植的医师 还有他们的期刊 以及官方的数字 我们搞了两三年之后 终于把整个 可怕的图像弄出来 所以呢我们要求 就是说你 中国的红十字会 都讲他们没有什么捐献 一年的话都屈指可数 顶多上千 那死刑犯呢 国际特资组织 最起码这些年来 每年都是节节下降 就中国的死刑犯的数目 从四千后来到了两千 那这个庞大的 这个移植的数量 背后到底是用了谁的器官 不是应该我们来证明 是你中国政府应该来证明 有两本书 一个本书叫血腥的活摘器官 一本叫做国家掠夺器官 两个大卫呢 提出了52项的证据 在讲中国政府参与的活摘器官 可是活 可是如果你想想看 中国政府如果没有参与 他应该针对这52项的证据说 你不要胡说八道 我一一驳斥 可是有没有 没有 从2006年到2016年的现在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根据 大卫 两个大卫所提出来的证据 一一的反驳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理由很简单 大卫两个人 不是自己伸出来什么证据 他是从你中共的官方证据 从你中国的医生 跟你中国的医院 所得来的资料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那个反差不很好笑吗 那个中国医生 他一边讲A 然后另外是B 然后这个人又非常有趣的是什么 他讲的是方言 所以你听到他有个口音 那是捏造不出来的事情 这样子的录音 当时有几百份 我们现在手上还有一百多份 那这一百多份 后来我们这百多份是医生打电话 之前的话是中国人打电话 而且我们还在 早从日本 还有从韩国 你知道日本和韩国人 也跑到中国去换器官 包括印度 也到那边就换器官 所以我们就查日本方面去换器官的情况 然后你知道那个仲介 我们查谁身上 我们查Yakuza的身上 在做我们学日文的 Yakuza就是三口族 就黑道的身上 黑道在做仲介 仲介日本人到中国去换器官 为什么 利益太大 大家都分一杯羹 韩国也是 所以在韩国推这个立法的时候 就非常的难 那你们说 好那你2006年揭露出来 国际上又怎样 除了国会决议之外呢 你们可能看到影片当中 我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 在2008年 150个国家的代表 在那个伊斯坦堡的时候 他们有个伊斯坦堡宣言 包括医学的代表 法律的代表 伦理的代表 社会学的代表 针对 其实就针对2006年的 这个调查报告说 任何国家不可以 移植旅游 Organ tourism 就是不能以零为货 你有钱了 你到这种 underdeveloped的国家 第一个是买器官 第二个还可能涉及 买了一个被活摘的器官 不是供体自己卖的 而是被活摘的器官 所以这个立法很快 从2008年到2012年 就很多国家都通过了 我们国家呢 我跟这个协会的医生呢 一起跟油美女委员 还有田秋静委员 推动了两年 终于让国民党排上了 这个程序委员会 然后呢 在去年生效 保护台湾人 不要去做活摘器官的帮凶 所以呢 现在 如果在中华民国境内 或者中华民国境外 经由非法取得器官 或者非法提供器官 所做的器官移植 除以一年以上 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罚款30万到150万 目的就是希望 你看影片中的三个台湾人 最后都不都哭出来了吗 他们当时也想求活命 他们并不想去杀害任何人 可是因为媒体没有报 为什么媒体不报呢 同学们 还有各位年轻的朋友 我讲一个事情 一个人呢 干了坏事和犯罪 你觉得他会第一个干嘛 掩盖证据吗 消灭现场 然后不要让他的罪行曝光啊 所以这个中共政权所参与的 这种国家的屠杀的行为 当然让其他的媒体都不要报 尤其像香港和台湾 这种华人媒体 中共的大外宣 几百亿美金的大外宣 花在台湾的身上花了多少钱 你们从媒体垄断事件 旺报 旺中的事件 你们可以看得非常地清楚 对不对 那在海外 可是现在只爆不住火 因为事情闹太大了 所以昨天CNN都爆了 就说这个 从良心犯身上 摘取这个器官数量 之严重 各位 我再衍生去一下 下面讲 你们会觉得很可怕 法轮功学员一个人 他的器官有肝 有肺 有心脏 有肾 可是不见得 所有的器官都能用 对不对 不见得刚好 这个杀到他的时候 其他的器官都可以同时用 对不对 一定的嘛 所以换句话讲 你先想想看 如果这个数量 是150万的移植数量 所有的major organ 在器官上 有个叫major organ 就主要器官 我刚刚讲的主要器官 还不包括组织 T恤在内 如果有这样子大的数量的话 你想想看 那个背后 要死多少人 可是你现在 你不要光听我讲 你打电话到大陆的 红十字会 你就问他 说你们现在获得的 捐献有多少 还是一样 他就告诉你 捐献非常的少 所以是拿中国人 自己讲的数字 拼凑了一个 还有这些 中国的医生 像安华托地 因为他已经出来了 我们还碰到一些中国医生 他真的参与活摘的 还不只是 安妮的先生 他要跟我们讲实情 可是 我们打电话进去的话 问的话 他当然不愿意讲 他们现在有钱了 他们可以出来 也不想再继续干坏事 可有的人不敢讲 他要我们答应两个条件 答应两个条件之后 才敢讲 哪两个条件 第一个 24小时有人保护他 保证他不要被中共干掉 第二个 在欧美社会不能起诉他 我们又不是司法机关 我怎么能保证 所以这两个条件都没有办法满足 中国医生就不愿意讲了 可是呢 陆陆续续 有些老军医 还有公安部 还有检察司的这些人提出来 真正当时下令 要大面积活摘器官的 就是江泽民 看准了这个business 还包括薄熙来 薄熙来那时候在大连 还在辽宁当省长 还大连市当市长的时候 各位同学一定听过 人体标本 对不对 以前有人体标本展 也是从东本出来的 然后德国有做这个标本 就那个Huggins 真正的body expression呢 是从德国出来 他们就是跟大连的 尸体工厂做联合 大连的尸体工厂 就是用囚犯的身体 那个还不只是法轮功学院 包括死囚犯 因为那个body expression上面 有的时候他们就 后来那个Huggins被起诉 被德国人起诉 因为那个标本 他是说是自愿捐赠的标本 比如我死完了 我死了 我之后我的人体 愿意当标本 后来发现不是 为什么 因为有的话 明显是开过刀的 或甚被拿掉的 还有是枪口 死刑犯的 所以后来他就被起诉 因为他欺骗了德国政府 这个你们在网络上 都可以查到 然后我刚才讲了一句话 为什么乱套了呢 国家参与的这个 良心犯大规模的屠杀 后来就变成你们刚才在当 在位子上面有几位年轻朋友所谈到的 怎么搞的啊 参加一个生日party 早上醒过来 少了一个son 或到医院明明是要做什么其他的 然后少了一个疑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 就是乱套了 为什么会乱套 因为会做 你们要有一个概念 大家会有一个概念 摘取器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 医疗技术 移植是高技术 摘取的本身 不是太难的事情 后来别人发现 只准你官家点灯 只准你官家放火 不准我民间点灯 你们自己在做囚犯的身体 赚了那么多钱 我们这些小医院 这些医植医生 他们就搞了个什么 黑医院 什么叫黑医院呢 就在旅馆里面 在旅馆里面 比如我当仲介 那我到这个三甲医院 或者这个会做器官移植的医院 我找几个黑头医生 会做的 我帮你到外面去找供体 所以参加什么生日party 或者有人 他也不是被活摘 他就自己卖 所以有卖的 有活摘的 就全乱套了 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小医院 对不对 就帮他做 把这个器官呢 就等于卖了 卖给这些 这个三甲医院 或者这些小医院的 这些器官移植的医生 让他们去干这个活 为什么 你军医院跟武警医院 可以从监狱里面提人 我们也需要共提啊 你不分一杯羹 那我就自己在民间想办法 你知道吗 所以才会产生 你们刚才讲了说 你怎么也看到 有些新闻讲说 有的人可能在天桥下面 就被什么 你知道小孩子被挖心脏 因为我们打电话去 儿童心脏啊 是很少的 是缺的 所以儿童心脏很好赚 然后呢 还有那种肝跟肾 换两个 已经到了一千五百万的价格 我们上次采访了一个 肝病 肝病 肝 那时候已经陷入昏迷 肝硬化的一个移植病人 他从中国换回来 从上海藏镇医院换回来之后呢 他已经陷入昏迷 因为他的家人很生气 花了一千五百万 所以就透露给新唐人媒体 然后他是面对 他是背对着 camera 然后跟我们讲 他花了一千五百万 他这个采访完了之后 他父亲就过世了 所以你到那边去哦 医疗安全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呢 你姑且不谈那个罪行 好不好 就谈说 我就需要一个organ 我就是为了要活命 我甚至我不在乎 杀了别人 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医疗安全都有问题 台湾人到中国大陆 换的回来 为什么我们会知道 那么多例子 就是因为失败 他们做得很粗糙 而且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同学们 你们一定仔细听 因为这真的关系到 不只是另外一个人的神秘 也关系到 搞不好你们以后 谁谁谁 有朋友或谁 需要器官的时候 你要有这个概念 你知道吗 器官来源 为什么一定要明 就是因为你一定要知道 他有没有家族病死 万一你换了一个器官 有家族病死的 你知道吗 可是因为器官来源不明 在中国大陆 器官来源不明 你换了一个器官 万一大家身上有传染病呢 或者有排斥 硬化的话 因为你不知道是谁的 你在台湾换器官 对不对 你可以追溯到 捐赠者是谁 所以他家头到底有没有问题 这个供体有没有问题 OK 对不对 可是你到器官来源 不明的国家去换 你出了问题 该怎么办 当时柯P呢 建立了台湾的 移植登陆系统 他就想到中国大陆呢 我们先 他是没有参与活摘器官了 那个当时是国民党 要打他的 我们从来没有讲 他参与活摘器官 因为我们没有证据 不可以随便乱讲 什么叶克摩能够做 活摘器官 不是这回事了 我先讲 当然柯P就讲说 你今天的这个 移植登陆系统 因为在中国大陆 没有完善 所以你要回来的时候呢 如果发生了 这个病人死掉的时候 他都会建议 什么建议呢 赶快活化 为什么 因为器官来源不明 万一有传染病怎么办 所以为了公共卫生政策 赶快活化掉 所以换句话讲 你可能杀了另外一个人 可是你还未必能活命 这是为什么 那个肝失败的 那个先生走了 对不对 我们刚刚看到 还有那个换的那个 像他们三位是很勇敢 愿意出来讲 其实我们手上有五十个例子 比较清楚的是五十个 讲的不清不楚的呢 有一百多个 就是告诉你 可又不想告诉你的案子 就是他信仰难过 就是可基于良心 又想告诉我们的 所以张时这个影片 这一部分有台湾元素 来到台湾 这三位是愿意说的 好我现在讲台湾是怎么回事 台湾到那边是怎么样一条龙 因为事实上我们已经告到卫生署 当年的是卫生署 现在叫卫福部 就在台中 连荣达医师 我们就公开讲他的名字 因为呢 在立法院呢 事实上呢 也已经 以前田秋行委员也执询过 他呢 就常年仲介 器官 他的病人到中国去换器官 这个一条龙是怎么样 这一条龙还包括政治 还包括统战在内 这话怎么讲 就是我们拍到 我们先讲我们知道的故事 然后我们再讲我们拍到了什么 为什么我们可以告到卫生署去 是这样子 譬如说有一个人去看连荣达医师 然后他就觉得说你需要换 因为呢 洗肾比换肾的价格还更贵 所以很多人说宁可去换 都不愿意去洗 洗也很痛苦 好 那连荣达医师呢 就说好 你去换 然后你要先去做认证 认证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如果你承认你是中国人 不是台湾人的话 你就是domestic price 你用的是国内比较低的价格 如果你是外国人 你觉得你是台湾人 就说foreign price 就是外国的供体价格 他有分类 所以你要先去签一个单子 承认你是中国人 然后你去换器官的供体费用 就以国内的价格来处理 你看连这个东西都要同战 然后呢 他如果告诉你说 你要去认证的时候 那你说我要去跟谁认证 他说你到外面的诊间去 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 他会递出一个名片给你 他告诉你呢 他是旅行社的人 你呢他来安排你到某某医院 中国的比如说广东中山医院 上海长征医院 天津东方仪式中心 他来帮你安排 然后他呢会有个数前的会议 就是他要带一个移植团 移植旅游团到中国大陆 那他会给你做三个要求 第一个你要带现金 第二个要自备抗排吃药 医生可以开给你 因为我们有健保嘛乱开 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说你不可以问供体来源 然后把这个病人 带到中国大陆 比如说上海长征医院的时候呢 他再换另外一个名片给你 他变成 摇身一变变成上海长征医院的 台湾医疗法律 台湾医疗顾问 所以他就负责这个团 在那边的吃跟喝跟手术 所以呢真正的病人 见到医生的时间很短 大概只有手术的时候 绝大部分就由这个仲介 来包办所有的事情 那我们也问到过 有的病人呢 你看那个医生有多坏 那医生还会跟那个 台湾病人讲说 以后你就当我的仲介 你直接就不要经过剥削了 就你成为我的仲介 以后呢我们两个就直接来 你懂我意思吗 就说他来吸收台湾人当仲介 就说你我帮你弄好了 你回去的话你再找 你就帮我找台湾病人过来 然后你再从中间抽成 然后为什么讲一条龙呢 这个在中国做完 器官移植的病人回去之后 你知道所有的器官移植病人 要一辈子都要吃抗排吃药 要定时做检查的 所以他又回到零永达的手上 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一辈子都得靠着他 由他来安排换肾 然后最后就回到他手上 就是这样子一条龙 那在中国大陆呢 他还有集中营 东西财太多 因为我还希望互动 最后把这个集中营讲完 我在跟那六个国家 我可以亲自做证明 我不知道中营有没有同样的经验 我有这样的经验 你拿台湾护照是进不了联合国的 一定党 因为中国不准我们拿台湾护照 进入联合国 我当时跟这个英国 加拿大 法国 美国 我自己 还有西班牙的医师跟律师 我们去送的150万签名 我们是送给联合国的人权高砖办公室 当时他说 因为我一个人台湾护照 他们全都被我连累了 我不能够进联合国 人权高砖办公室的building 所以他在旁边的 开了一个另外一个building 带我们进去 然后当时接见我们的 不是高砖本身 是一个首席法律顾问 跟中国事务的顾问 我当时 因为我有些资讯 我就说中国大陆呢 每一个城市里头 都有活在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 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法轮功学员 关押在秘密场所 把他们去 豢养在某些地方 然后呢 对他们下手 这是我们得到的消息 我当时提出来这个事情 说你们应该去查的时候 我当时会认为 那个法律顾问 应该会challenge我说 诶 你这个律师不要乱讲话 你凭什么讲那边有集中营 对不对 我会打算要回答他 我为什么凭什么这样讲 你知道令人感觉可怕的是什么 他完全没有问我 你知道那个 他完全没有问我的时候 那个有一股冷的冷气 就从那个背脊穿出来 他就叹了一口气说 你这个事情太大 你不要只找我们 你要多找一些组织 大家一起来做 你知道这句话背后透露什么吗 就是说你们不是不知道 你们是不敢办 每天都在死人 所以我们当时他就说 我再介绍一个组织给你们 所以他们又把我们refer到UNODC 就专门处理组织犯罪的 因为组织犯人口贩运公约的第一条规定 他后面有讲到器官的摘取的问题 就是贩运人口当中也包括器官的摘取问题 所以他们把我们refer到UNODC 然后到了UN组织的时候很好笑 ODC我们说我们是 high commissional office refer过来的 听说你们是organ removal的 organ trafficking 就是器官摘取的authority的office 对不对 他说对 那我们说好 那我们可不可以请调查员 我们这医师律师想见见你 跟您报告一下子 看怎么处理 他说你们这个事我们不想管 后来惹火了加拿大的国家代表 就在人权委员会当中提案 跟international IE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这样子的NGO 一起在人权理事会当中提案 要紧急调查火灾器官 可到目前为止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才衍生出来 我们那是2013年的事 才衍生出来2014年2015年 美国国会再通过决议 好那我最后跟各位讲 我的结论就像你们看影片 最后我讲的那个结论是一样 面对这个历史的暴行啊 到最后我们必须要拷问我们自己的良心 这个活摘器官的这个恶行的制止上面 我们自己做了什么 那我觉得年轻人来讲 我们没有请各位赴汤导火 就是用键盘战 就是说最起码把这样子的真相 能够传播出去 法国 澳洲 加拿大的公共电视 都播了这个影片 可台湾的公式啊 公共电视 我们商量了很久都不愿意播 不敢播 连CAN最近都 我不讲 你们就去看嘛 查嘛 他就标就写啦 就是最新报告 中国活在 中共活在这个 Chinese regime 这个 Tag organs Ogan harvesting from Burner of Conscience 从良心参加上 以前的话大家都 你知道吗 这些媒体都躲躲藏藏 因为这个议题啊 已经没有躲避的空间了 好 我今天大概就先讲到这边 我们最渴望的 我现在政大的哲物 我刚跟总理兄谈了 我在政大的哲物也讲了 然后我们7月9号呢 在台北有一场 在国冰影城的长春戏院 如果你们有朋友在台北 或者说在7月9号 在高雄我们各一场 在戏院里头 播放这部电影 然后也有应后的 这个座谈会 这个事情 大家听起来都很沉重 可却是千真万确 所以影片当中就说 当时那个纳粹的受害人 出来讲 发生了有这样子的事情 那个法官不愿意相信 他说我并不认为你说谎 可是这太令人难以置信 这部电影呢 李玲祥导演去年 对他去年有来 我们陪他也在台湾巡回了 一下子 然后他得到加拿大 最佳移民 最佳移民的 这个勋章 然后这部片子 上得到美国最大的 一个皮博迪 纪录片的大奖 最重要的一个 皮博迪的纪录片大奖 他还持续得奖当中 大家看完之后 都觉得非常的震撼 可是这个资料呢 已经有点out of date 对 因为它毕竟已经有段时间 然后我们查到的东西 是越来越多 如果大家觉得对这个议题 非常感兴趣 等会我们可以有点讨论 可是如果你 觉得说 我不要只听你们讲 也不要看 我再去看那个 的证据 就是你们到底 提出来的52项证据 是怎么回事 也非常欢迎 我们就是在这样子 就像刚刚宗李松所讲的 在不断的思辨当中 我们让整个的罪行 更清楚 现在中共没有办 任何一个人活摘的罪行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一旦办了之后 整个政权就垮了 因为他从上到下都参与嘛 对 所以他们很害怕 这是反人类罪行 quence against humanity 所以这个事情 可以说一个事迹 很大的事情 可是很抱歉 你们在主流媒体 竟然没有看到 所以你们今天晚上 还要花这个 礼拜五晚上的时间 来了解这个议题 所以我们希望呢 经由大家努力 因为欢迎你们 写信给公示 说你们要看 活摘纪录片好吗 然后让更多的台湾人 知道这个事情 不要再有台湾人 像这三位 后悔或难过的台湾人 面对镜头讲 说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不想干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那个是一辈子的事情 同学们 你只要想一个镜头 你身上带了一个器官 或谁带一个器官 它是心不甘 情不愿 被宰了之后 放在你身上的 你光去想 不管是自己 或者是亲人 或者是朋友 多可怕 好 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到此 谢谢 我们非常谢谢朱律师 的分享 那 其实我在应该是 2012年的时候 那时候 跟朱律师一起来合作 那时候我们也 那时候我还在 国际特责组织工作 那我们声援的 这个 中顶帮的案子 那我是非常佩服 就是朱律师 他对于人权的关注 然后对于社会上的 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 尤其 不只是包含在台湾 包含是在 中国 有许多的这些 良心犯 法轮功的良心犯 的一些救援的活动 那 我觉得朱律师 他出力非常的多 那 其实我 我觉得 刚刚在 朱律师的分享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 其实我们在台湾 我们目前都相对 享有一个 比较充分的一个 自由的保障 尤其是在言论上的自由 那 可是呢 我们 享有这样的充分的 一些言论自由 所以当我们看到了 不义的时候 尤其我们在过去的 这几年来 在台湾发生 可能社会上 常常看到一些 不公义的事件在发生 我们看到 许多多的人会站出来 然后采取行动 要求 决策者 要求政府 敦促他们必须做出改变 不管是从这个 比如说大浦的案子 看到洪仲秋的案子 甚至你看到 这个318 占领的国会的运动里面 我们一直不断看到台湾人 他会采取行动 可是呢 我们面对了 跟我们 就是离开了台湾这片土地 我们 如何去看待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包含像中国 我们怎么去 声援中国的人权或民主 或者是我们如何去看待 其他 还存有更多威权 的体系的一些国家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这些不公不义就是在发生怎么办 可是我想告诉大家 就是说 默许不义 默许不义的话 它就是一种罪行 所以 我们在台湾 我们会看到这些不义事件 我们会主动来采取行动 采取发生的动作 那对于 那些我们 比较 更远的地方 我们如何去伸出我们的元首 我觉得 有很多的方式啦 那包含像朱医师提到说 键盘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啊 你可以在键盘上发声 你可以打电话去 公事 要求他们 要去播影片啊 或者是透过各式各样的 行动 包含如果在国会需要有一些立法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 敦促这些立法委员 要通过修法立法 这些都是我们一般的人民 就可以做的事情 那所以 这个是我一些 简单的一些想法 分享给各位 那我想说 时间上 我们大概还有 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把时间留给各位好不好 我们如果 现场大家如果有一些问题也好 就可能你 听完或者看完影片 还是心里有一些问题 没关系 尽管提出来 或是你有一些想法 不一定是问题 也许你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也欢迎提出来 那每个人大概 稍微控制一下 一分钟到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然后稍微再跟大家说一下 你是谁 那你的 你的想法或你的问题是什么 这样 有没有